正是现在就此时此刻 我们看到了整个地球表面的气象图 哇 全部火红片 火红片非常可怕 有人讲说连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都已经沸腾了 因为现在台湾周边的海域水温 竟然高达30度以上 这个答案是有史以来 刚刚讲的才刚刚进到7月 而且在6月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30度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而且更可怕的是 现在在加勒比亚 也就是现在在大西洋 现在这个时刻 居然已经有一个四级飓风行程了 对 老师哥 我们看到台湾海峡 大会讲说宇轩真的吗 海水30度之所以很有大不了 四级吗 当然大不了 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平常陆地 气温38度 39度 这个跟海水比起来 好像没什么 因为海水的比热 本来比较重 所以对来讲 它的温度反应比较慢嘛 所以理论上保留哥 你知道这一块 我们讲台湾海峡 正常来讲就算夏天的温度 大概也是25度 26度 结果飙到30度 你就知道 待机大掉啊 热这么热 对嘛 整个全球新闻异常 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 包括我们讲的 连海峡都升温的状况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红通通的一片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说 整个高气压已经过强 导致说 整个低气压是什么 热嘛 海水的热 没有办法散过去 整个高气压笼罩状况下 只会变成什么 像个闷烧锅一样 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 所以变成 这种状况下 你仔细看 整个北大西洋 也出现这个场景 全部一片片 各位这都是海水 不是陆地哦 代表整个海水 就算已经往了 极圈方向发展的时候 也都是热腾腾沸腾的 像滚水一样 所以都是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全部烧起来了 各位这个是全球的现象 不是单一的点 比如说我们以一个局例来说 这个卫星就有拍到 整个墨西关弯流 你仔细看 整个弯流进去的状况下 全部都变成什么 温暖的环流 变成暖流了 所以你就知道 在这些整个大环境 为什么会有发生说 就连加勒比海 你说这个就在加勒比海那边 对因为加勒比海 它有一个状况 理论上来讲 它们耗发所谓的 飓风季节 大概是在8月份左右 换言之现在来讲 还太早了 而更可怕的是什么 更可怕的是 它这个所谓的四级飓风 原本是所谓的热带气旋而已 结果没有想到 短短的40个小时之内 连跳三级 各位你可能对四级没概念 四级飓风大概就是 台湾的强烈台风 就这种等级 它就跟卡翠纳台风一样了 对等于40个小时之内 极端气候可怕的地方 在于说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出现 你没有办法预料的变化 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谈过 就是有这个专家讲 你只要升温到了二度C 整个地球就完全没有办法肥转 你会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点 现在大家觉得非常恐怖的是 难道那个不可逆转点 已经来了吗 过去你很难想象的事情 现在都在发生 这两天我们看到了北极圈 出现了很多的野火 过去在2019年 出现第一个野火的时候 大家觉得你不可思议了 就没讲到2019年 2021年2023年 全部都出现这样的状况 甚至连刚刚讲到 在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有一个小镇 它这个平均过去 曾经是地球地表 最冷的地方是-68度 结果这几年来 它升到了38度 竟然变成常态了 对没有说 这个西伯利亚 我们从2023年 这个小镇目前观测到温度 说最高夏季温度 甚至高达38度 但你说38度 真的会造成什么 结构性的变化吗 我先跟你讲 它在北极圈 北极圈38度 对你先看 这个是以前这个小镇的样子 叫做维尔霍阳斯克小镇 各位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它最冷 这是它以前的样貌 对以前的样貌 保陛哥你知道它以前 最冷的时候几度吗 几度 -67.8度 你能想象吗 -67.8度 跟现在的38度 那请问一下 这高相差多少钱 100度 相差的快 100度之多 所以你看以前 都是一个冰天雪地 然后完全的车辆覆盖在雪里面 就是你现在看画面 白雪矮矮 然后整片森林里面呢 负在白雪之中 这是以前白雪矮矮 现在雪都没有了 还这么热 对而且你知道 以前离谱到什么状况吗 事实上他们这边 常常办一些海鲜捕鱼 鱼绕四季 但他们根本不用保存 因为我鱼获只要一拿上岸 它马上变成什么 结冰了 整块鱼就变成个冰块 所以天然就是它最好的 冷冻固定保存场 但不好意思 你知道它现在什么状况吗 以前你看到是这样 天然结冰 不好意思 现在跟你讲 发生了野火 而且是38度之地的状况下 整个你刚刚看到 现在出现野火 对白雪矮矮的森林 现在变成什么 森林大火 而且这个大火还是层出不穷 你说一次两次算 而且冰都没了 对没有错 而且你想想看 当之前发生森林大火 当这边变成38度的时候 它附近北极会产生什么状况 熔冰嘛 所以他们说这个二星循环呢 甚至是其实北极的熔冰速度 甚至远远是其他地区 地球其他地方的四倍之多 代表它正在迅速的扩散 所以你如果从这种空拍图 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个冰都对不对 它会变成什么状况 你会觉得它好像变大片了 其实不是 它是整个都融化了 变成分崩离析 整个四川到整个北极圈了 这才是现在最可怕的地方 世界上保底哥 现在世界各地就出现这个异象 比如说我们举于美国好了 北美洲 但是北美洲为什么最近高温频频 事实上就是出现 因为这种全球气候变迁 他们出现了异常的高压 但理论上原本高压没什么 但各位你想想看 高压就像是你煮饭的时候 拿一个锅盖 如果盖在你的炒菜锅里面 这时候火在下面继续烧 继续烧它会变什么 闷烧锅 所以等于是这个我们讲的高气压 把所有的空气 整个闭锁在里面 结果里面的低气压 等于它的热 有没有看到海水不断的往上升 不断的往上升 理论上来讲 原本上升之后 它是要扩散到其他地方 然后再下降 出不去了 出不去 结果它不断的循环之后 各位你想想看 整个包括美国 包括北美洲 都呈现这种越来越热 热到什么地步 就连那个刚才是排水孔 冒烟了 排水孔里面的水 自然热到沸腾 直接变成水蒸气 变成水气 往上冲 然后变成冒烟 那个手就碰到 恐怕都会烫伤 可怕在这边嘛 但你以为说不对啊 可是雨萱 我们现在常常在下雨嘛 比如说我们台湾 下午是不是有热带气流 非常强烈 但你以为下雨 对于土壤有帮助吗 其实不是哦 因为这个雨会越下 让土壤越来越干 理由很简单 你想想看 当土壤它所积大的水分 可能它是今年累月 密布在整个底层里面 可是当现在气候 整个热队楼迅速之后 它是不是水分全部蒸发了 蒸发了 蒸发之后 它是不是又降下来 对不对 那宝洁给我问一下 它一百年所储存的水分 跟所谓的降下来急降雨 可能短短一天两天 把水量降下来 它有办法密布均匀 在整个土壤里面吗 不行吗 当然不行啊 所以它这边说 土壤越来越干 整个残线军裂 你就知道就连美国 基本世界各地 都出现这种奇怪的状况 而且你刚才讲的 因为现在担心的是说 本来我们地球 有一个调节冷热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被担心破坏掉了 对没有错 我们先讲 这个环流叫做什么呢 叫做大西洋 金像翻转环流 各位 这个环流呢 它大概一千年 就是说它是分 一千年 几百年才会在 整个地球循环一次 它担负一个 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它要把四道 原本很温暖的水 送到了大西洋的北部 到北部之后呢 因为那边是南极地带嘛 气候比较冷嘛 对不对 所以它因为水温下降的关系 整个密度呢 岩分会逐渐的升高 它的水的重量 会越来越重 所以你就想象 它像一个输送带一样 我从表层过去 然后送温暖的水 就是你看到现在的画面 然后它会在北极地方 下沉之后呢 在今年累月的 慢慢的从底层 到了我们讲的大西洋 到了我们讲的印度洋 这个一带 然后再涌现幅上来 所以它可以有效的 调节世界气候 但现在出现什么问题 当北极没有办法 再发挥这种降温的功用 当北极没有办法 再把这个海水给冷却 甚至连北极都38度的时候 它最有导致的状况就是 这个环流很有可能会在 预计科学家说 205年也就崩溃 而一旦崩溃 届时全世界的气候 将会完全大乱 好 这是 刚刚讲的看到这个 Windy的这个画面 这太可怕了 全部火红一片 台湾周遭 以前我们在夏天 就算是海水里面 24 25合理 现在居然高达30度 现在正能讲说 有个高架就在这个地方 恐怖在哪里 恐怖是这个高架 笼罩了以后 它变成一个金钟罩铁布山了 现在刚刚讲 台湾现在非常干燥 我们只能靠这个 下午的这个热对流 台风也进不来了 对 现在台湾这整块 这个叫做西北太平洋 整个是受到太平洋 高的笼罩 那其实不是只有东亚地区 那美国是受到大西洋 有一个非常大的高压笼罩 所以他们那边 有产生一个飓风 飓风然后往那个里面讲 那我们等一下再提 台湾这边的话 的状况 它这个太平洋笼罩的状况 那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灰色的部分 就是太平洋高压笼罩的 这个状况 那它的北边彩色的地方 就是有云层 是比较低压的地方 那这个高压 就一直笼罩到这边 所以说台湾 它的午后 只有局部的山区会下雨 可能近山区会下雨 如果说我们再看这张 更明显的这个 从底层到高层的 太平洋高压 它的整个结构图的话 台湾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 整个高压在这里 然后整个就是 看到这个流线 就是高压一直延伸到 整个越南 中南半岛这边 这整个是太平洋高压的范围 所以说整个高压 牺牲到这边 那我们就是 每天只有午后 山区会下点雨的状况 那这种状况的话 就是小雨 甚至台风的话 就算这边 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高层 有一个小小的低压在这边 很新低压 可是它不会发展 因为高压照在这边 压着 金钟照在这边 它没有办法上来 就算它发展的 也是朝南边去 大概看起来是不会发展的 就是朝菲律宾去 就是下降 那台湾今年的台风 会减少吗 对 今年的中央气象署 它预报 本来平常是大概三到五个 今年大概只有遇到两到四个 所以它会减少 而且时间会延后 大概七月中以后 目前到七月中旬之前 大概都不会有明显的热带系统 热带低压产生 那台湾会缺水吗 缺水倒还不至于 因为午后还是会有雷射雨 它下在山区 下到水库里面 所以还不至于下 不至于缺水了 好 那刚刚讲到 现在我们的海洋的温度 都已经到了30度了 到了30度刚刚讲 现在在加勒比较这个地方 居然这个时刻 就已经有一个四级的飓风 四级飓风那就是 那就是卡翠纳的程度了 对 四级飓风 它等于我们相当于 我们的强烈台风 这个四级飓风 而且它是很奇怪的 通常飓风 像个卡翠纳 以后整个大西洋 经过太阳的热辐射 它的海温升高了 可是现在在六月底 六月底 七月初 它就出现了 这是以前没有看证的 而且刚刚讲48小时 就从一个热带气 热带气旋 直接升到第四级 变成强烈台风 其实它是不到24小时 就变成中度台风 然后再过了大概半天 就是差不多两天的时间 就从一个热带低压 变成了这个强烈台风 它们叫四级飓风 而且这个四级飓风 看起来它会持续地 往加利比亚走 然后朝了 还好它看起来的方向 因为这个上面的高压 也是很强 不会到陆地 不会到美国的陆地 是朝着墨西哥走 所以墨西哥可能要 翻一下 那经过加利比亚 一些小岛 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状况 而且真的 之前我们在讲了 现在最担心 所谓的正负二度系 如果我们所有的温度 正负二度系的话 地球会出现一个 不可反转点 现在离这个不可反转点 已经非常接近了吗 刚才我觉得非常恐怖 刚刚讲一个城镇 本来的负67.9 就是负68度 现在居然热到38度了 对 现在这个气候 天气的极端化 这个是变成普遍的现象 我前两天才去听了一场 汪中和教授演讲的状况 他是国内很有名的 气候变界专家 他的说 他是说 目前的二氧化氮浓度 已经超过427个ppm 其实我们在 你说碳排放还是太多了 就是整个二氧化氮 排在大气里面 本来在20世纪都是320个 现在已经427个 而且持续的在上升 也就是说 全球暖化本来说 正负二度系 我们要控制它在二度系以内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超过 而且在巴黎合会 2015年的巴黎气候会 他们是希望说 最好要控制1.5度 不要超过2度 1.5度的话 这些小岛才不会被海水上升给淹没 可是现在已经1.6度了 所以说温度是越来越高 而且是不停地在加速上升 这个加速上升 就会造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海洋暖化 海洋高温 到6、7月的状况 海洋都呈现30度 29度的高温 所以说台风会越来越强 而且台风如果出现的话 它马上就会震现强烈的台风 那就会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 而且你讲说 现在台湾的碳排放也非常高 现在我们所谓的能源里面 85以上都是石化产品 你说这个碳排放量 也会影响到台湾的气候吗 对的确 这个碳排放量 不要看台湾小小的地方 我们仍有密度高 所以说它主要就是烧 烧这个石化燃料 还有七级车排放 就算你换成电动车 如果它还是收的这个台电 还是那个石化原料的话 那还是一样 还是这个烟酥会冒出去 所以还是二氧化的 还是会上升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还是非常非常注意的 所以说如果不把这个碳排放量 压制下去温室体减少的话 它就会造成我们的气温越来越高 这个是没有办法可逆的状况 好 玉逢 另外就刚刚讲到的 中国现在也发作警戒了 因为他们现在的长江的洪患 也要来了 甚至我们刚刚讲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贵州 贵州根本已经被淹没掉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贵州的古镇这个地方 已经超过90年代的破纪录的洪峰 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说没有一楼了 从这个过去来讲的话 一楼全部都不见了 你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影片 一些画面上面 都是从二楼起跳 所以这一波下来之后 在贵州来讲的话 他们说过去的古镇 恐怕经过这边 因为现在还在下雨 等到这一波退去之后呢 大概以前留下的那些东西 恐怕都看不到了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在长江这个地方 还有90条的这个河水的水位 90条都是在警戒区 已经超过六公尺了 非常有名的古城叫镇远 对 这个镇远古城虽然差点要被毁掉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一楼都已经不见了 那这些画面其实都是洪水过去之后啊 因为这个镇远的古镇 一些房子都是比较有年代的 所以呢 一条一条都把它给带走了 所以等到洪水退去之后呢 大家不敢想象这个古镇 留下来的会不会只剩下泥落 很多的房子其实都已经不见了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 在长江这边的话 有90条的这个河流 都是在一个警戒区 而且现在还告诉大家说 恐怕还会再增加6公尺 所以呢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你现在的警戒区 以后可能会变得更高 然后呢这个画面是说 因为这个长江的水位 一直上升一直上升一直上升 所以很多的渡轮经过的时候 都是非常非常的惊险的 因为都快撞到了这个 渡轮都要撞到那个桥了 他说过去来讲的话不可能嘛 因为他的水位已经上到警戒线了 已经上到非常高了 都要撞到桥底了 所以他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因为他现在持续有在这个警戒当中 如果说现在雨继续下 然后上流又要 再把这个水库要放红的话 那恐怕就真的会撞到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长沙这边也有这个洪水 是直接冲到了民宅 过去还讲他们都没有来不及逃 都等到洪水来的时候才知道说 快点快点大家赶快走 这才长沙 所以呢冲过来之后呢 其实很多的人只能放弃 就是往二楼往三楼去跑 因为已经来的太突然了 根本没有办法 根本没办法闪好 那这个雨一直下 然后对流越来越强的情况 会发生什么状况 发生什么事 会打雷 那打雷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最近台北也在打雷 哇好可怕啊 可是呢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 很可怕 辽宁有两个 这什么 被雷打到了 因为对流太胜了 然后辽宁这两个人走着走着 好等我们再看一次 他有另外一个画面 他走着走着 你看一边走一边聊天 然后雷就打下来了 就直接命中 命中之后呢 这太可怕了吧 然后这画面可以看看 打下来之后有没有 这两个人是直挺挺的 直挺挺的倒地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缓冲 或者是说反应的一个时间 雷打下来人就倒了 所以这就是从贵州到长沙到辽宁 当你这个极端气候下来 你的对流越来越强盛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雷劈 那打下来之后呢 没有活命的机会 现在这天灾人祸真的是持续不对 刚不是讲的 因为热现在很多电动车居然起火了 起火了以后造成很大的损害 可是这个是中国的水灾还没有结束 没有承受 他说这是一个千年古城 千年的古城你居然挡不过 这个在浙江的渠州 现在千年的古城居然就这样子垮掉了 对吧 跟以前大家讲说滴水会穿石 但我从来没听过滴水会穿墙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 这个是位在我们讲渠州的一个古城门 叫做水亭门 现在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水亭门发生什么状况 不是洪水淹过去 我本来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 我还想说这不是大水淹过 王门要 然后这个水直接把城墙冲垮 保理哥不是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画面 是雨下着下着这个好雨 就直接把这个城墙给下垮了 所以各位因为这个城墙 这是千年古城 这是在东汉的时候建的 东汉的时候建的 经过那么久的时间 现在居然就被冲垮了 代表他毅历了一千多年都毅历不遥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的极端气候 现在的天灾燃火 既然下雨下着下着 就把他打成个稀巴烂 因为为什么我们讲倒塌就算了 你仔细看这个倒塌的结构是怎么倒塌的 一般是不是整面城墙垮掉 对不对 他不是喔 他是被整个雨水渗透 侵蚀 甚至打成一片一片有如碎片的状况下 而且他不只倒一面喔 他是处于整排的城墙 都已经完全的零零碎碎的倒塌 所以他们现在很担心的是 好 我这个主城墙 因为毕竟这是千年古迹 过去挡得了士兵 挡得了外患 结果现在挡不了雨 那剩下来的城墙的范围之内 因为毕竟这个对我们讲 是一个历史文物嘛 如果也被这个雨这样给滴水穿透的话 会不会也紧接着倒塌 那需不需要后续 做一些加固的作为 所以变的是 光是这个迹象 你就能够想象得到 未来整个中国里面的古迹 都有可能因为这种极端气候 成为受灾苦 而且哲正你讲说 现在的热才刚刚开始 而且你感觉到今年是最热的夏天 跟明年比 今年可能还比较凉爽 而且因为热的话 就对流非常旺盛 现在刚刚讲 它就是梅雨 暖空气跟冷空气在这边对峙 对峙刚刚讲的 现在就在中国的华中的地带 而且这个华中的地带 像台湾 台湾因为高压的前沿 所以我们现在是热对流 我们现在是午后雷震雨 可是你对于中国不是 中国恐怖的是 因为那个雨带就在它的上空 它是24小时下不停的 对吧 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包括我们讲的整个好雨量 因为它是每小时 所下的单位雨量 高达60毫米 所以台湾来得又急又快又猛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整个地面为什么会一直冒出水来 代表它的排水系统 已经完全失灵 而且你看哦 整个画面里面 包括这是入档 就连机车都还在行动当中 代表说我可能骑到一半 原本呢是骑一千万里 结果莫名其妙来一阵好雨之后 瞬间水量淹满 所以你看哦 包括它的超商 甚至有人连机车都不要 我就机车丢在旁边 我赶快把人拉着 你看就是这样 用人串起像绳索一样的 就说哎 拜托一下 你不要再跑了 所以这变成是 中国现在的状况是 不只是你基础间接出现 你看 这一整台车 就是这样被推着跑 然后人呢都直接浪杠了 所以变成是 中国现在出现最大的问题 在于说天灾确实是天灾 这最大的问题 包括你的基建 包括这个桥梁 怎么会被水这样冲过 直接崩塌 所以这是天灾跟人口的复合体 才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刚才讲的 因为气候暖化的关系 整个天灾地面 会变得更加的叙述 这个就是前两天 在花莲发生了 这个新智强号的这个事故 本来我们不是这样吗 我们已经做好 所有的监测系统 真的有监测系统 可是这个监测系统 这个水已经冲了那么久了 没人怪 宝杰这个画面终于出来了 因为我先前还没有看这个画面 但是我看现场的状况的照片 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它后面是个民隧道 对不对 就是说它不是挖山洞进去 而是盖起来的 为什么会有民隧道 宝杰就是因为有落石 所以有落石 常常有落石 我就盖民隧道 然后呢 大家讲说 它没有编坡的市井系统 或者是落石的高井系统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 来你看这个画面 因为它根本不是从天上来 不是从左边来 不是从右边来 它从下面浮上来嘛 它是因为这个水很大 然后呢 这个水呢 土石流 好那我再讲一句 为什么会这样 宝杰哥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洞四洞三花连大地震 以后整个山区的土石松动了 所以它的这个河 不会只有水 会有土会有石 好那今天观众朋友在讲说 怎么检讨 你绝对不是检讨那个司机员 我很记得那个司机员 他叫陈俊良 他用肉眼看到说 怎么地上有石头 才能拉刹车 拉到耸骨折 但是问题是 来宝杰哥 请导播再给大家看那画面 为什么他20分钟没有人提起 这个画面的表示说 你的整个有在监控的这个画面 它是有拍到 大雨水已经吸水涨上来 而且不是只有水涨过这个桥面 是由土石淹上来的 就这个画面 叫做土石溢出了桥面 土石已经让轨道不见 所以当你有发现这个画面的时候 很简单 两件事 通知司机 第一个通知就是我们整个的行控中心 跟人家说这地方危险 减速或者是不要开车 第二个 你有寻路远 你就去把它排除以后再通车 但显然 这个画面有录到 但没人见到看 没人发现 所以才会照常通车 宝杰哥你要知道 时速119公里 在极限120以下 肉眼看见赶快拉刹车 以后停住 还好没有人死亡 但是有8个人受伤 刚刚的画面证明说 其实可以在车子 经过之前就发现 那个轨道上有土石流 是有办法知道的 这个确实以后要改正 当然了 现在气候变异 很多暴风雨出来的 暴风雨出来以后 中国有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说你如果到中国 你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那就是黄山 可是这个地方 我们看黄山 黄山变成水乡折国了 是 我们知道从6月26号 到6月27号 整个黄山激励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暴雨 但因为这样的情况 导致 没想到淹水 淹水到所有列车行驶 全部都停止了 那这也是他们从6月19号 进入到梅雨季节之后呢 连续强降雨对这个地方 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哇 你看 几乎完全看不到相关的轨道 所以你就知道这水来得有多急 有多快 然后你看原本是这样 美貌的一个情况 现在完全不复健 全部都是在水里面了 另外呢 人家讲说灯黄山的那个步道 这个步道全部都水 完全都是水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网友 它去拍下来的 你看他们本来还在爬山 天哪 就没有想到整个 像是在泛舟一样 因为水实在太湍急了 而且它是直接从山上 不断地冲刷 不断地冲刷 不断冲刷下来 所以造成怎么样 造成雨势太大 积水来不及去排掉 所以整个就这样积起来了 那这个整个 就是那个肝肠寸断 车子都非常非常难以行走 造成甚至因为水 实在太湍急了 造成什么 吐石流 有没有 真的是生死一瞬间 还好那个车子还刚过 不然那个吐石流这样砸下来 你看其实真的还是蛮危险的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拍了个人 就讲到说这个真是命大 捡回一条命 那现在类似的一个情况 也在其他的地方发生 包括什么 有老人骑着电动车 就骑着骑着 没有你看 大家去记得 这其实很感人 因为他这个老人骑着电动车 就完全没有办法骑 就老人跟车子全部都叠在水里面 你知道这三个人是什么 这三个人其实是饭店的员工 他们看到的老人 没有办法去困在水里面 赶快去救他们 就是救了他们之后 他们就非常谢谢他 所以后来人家也 赞扬这三个饭店员工 不怕自己的生命危险 然后特别去拯救这名老人 那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水牛 水牛竟然也困在了水里面 完全动弹不得 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后来还好有众人之力 把他给拯救出来 到了夏天当然就是野火的季节 可是这次野火的分布 野火的范围把他给吓死了 他居然在哪里 在北极圈 北极圈是一个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寒冷干燥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过去是很难发生火灾的 可是在哈萨克共和国 在阿拉斯加 在西伯利亚 老婆你看这画面 居然都有大规模的野火发生 当然受到全球的这个 声音反声音现象影响 会有一些这个极端气候的状况 但是根据欧盟气候变迁机构 哥白尼他们指出 北极圈这一次再次遭到了 这个野火的蹂躏 而且这个野火一烧 是过去北极地区 你看它过去五年当中 已经有三次经历这样 高强度的这个火灾 这种野火不止像我们一般所认知的 森林大火这样子 整个延烧 那科学家就警告说 像这样的一个火灾 是气候变迁 日益严重的怪物 估计啊 目前俄罗斯国家通讯社 他就有说 到6月24号左右 已经有160多起这样的一个野火 影响了46万公顷土地 这是在北极圈 对北极圈 你很难想象 应该是很低温的地方 天寒地冻 怎么烧成这个样子啊 过去20年北极的东北部啊 你看这个 像一个这个地球的这样一个状况 它的这个分布 整个烧成这样的 这个温度 随着它的这样的这么高 这个是西伯利亚野火分布 欧洲联 欧联欧盟它的一个野火 这个它的一个气候变迁 监测机构的哥白尼 他所公布的这个形状 而且他说现在 在北极圈的野火之后 加拿大 美国 挪威 瑞典 都有野火 而且他刚刚讲 现在野火的次数越来越多 范围越来越大了 对 所以导致说哈萨共和国 阿拉斯加 西伯利亚 全部都是野火 而且会蔓延到这个美国 这个包括加拿大 以及挪威 瑞典 以及如果它的这个西伯利亚 它的这个野火一直烧的话 空气当中会释出那个气龙胶 会造成那个空气当中的那个颗粒 会影响很严重的空污 如果飘到中国 日本 或者是这个韩国 朝鲜半岛 都会造成很多人 因为呼吸道的这个疾病 然后包括经济损失 每一个国家 其实马上都上百亿美元 好 那我们看到现在画面 是这个是在加拿大 英属哥的米亚地方 这个地方在加拿大 也是天海地东的地方 既然居然有大火 不然有大火还出现了火龙圈 烧烧的面积 居然是跟整个希腊的国家面积一样了 去年加拿大这个地方 英属哥伦比亚 烧出了很多的这个 大家非常惨痛的经验 除了它的烧出的面积 后来我们根据资料去查 是16.6万这个平方公里 大概就是整个希腊 然后也大概是整个 4.6个台湾的面积这么大 而且当时出现火龙卷 还有甚至沿路 你看烧得好像地狱一样 大家讲的 现在这种灾难 几乎是每个地方 每个的之后 都出现这个状况 印度都没有想到 它也是一样大雨 也是一样洪水这个湍流 湍流到了 一加七口爆成一团 是 这画面看来 真让人家非常心酸 他们是一加七口 去莫买八十公里处的一个 山区去度假 就没有想到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这样突然之间 暴涨的河水 他们就竟然就困在 这个河水中央 你知道吗 你看他们一加七口 全部抱在一起 这水水太湍急了 慢慢的慢慢的 比较小的小孩子承受不住了 结果小孩子就往下流了 他们脱困了吗 他们七个人里面 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 是自己有游游游上岸 其他的三个已经找到了遗体 然后另外两个下落不明 所以其实这件事 就这样被冲走了 对 被冲走了 然后你看其实 他们就是爸爸妈妈 小朋友 这整个 整个画面 这眼睁睁 在大家的眼睛里面 他们一加七口 就这样子 其实真的让人家觉得很难过 然后他们讲说 事实上一开始 根本没有发现到 这个河水会突然暴涨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 因为是雨季的关系 突然之间的状况 所以他们想到说 这个气候异常 或是瞬间的这样子的 山洪爆发的状况 其实在各个国家 而且这个越来越频繁 那包括印度 在6月28号的 在中印边界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本来是在进行 所谓军事的一个训练 没有想到一个坦克车 车在经过一个河流的时候 突然就沉没了 那你现在看到 就是他们首都新德里的一个机场 就没有想到 也是因为滂沱大雨的关系 突然拒间屋体就塌了 塌了之后呢 竟然就压坏了 这个停在里面的一些车子 就造成一人死亡 八人受伤 然后呢 现在就讲说这个雨 强降雨实在是 瞬间太强了 它这个整个坍塌下来之后 就压了那个很多车子 停在下面 这机场 然后因为刚刚讲到 它的强降雨的关系 就是坍塌 然后下面很多车子 就被压在下面 就不幸的有一个人上针 那同样的 这样子不幸的情况 也发生在哪里呢 也在湖南 湖南一样也是因为 在越洋的这个部分 你看这其实很可怕 发生了土石流 远远远远的 有没有 就是那个房子 直接就被冲毁了 那许多的一个 因为就是土石流 也是从那个山上这个部分 然后滚滚 然后土石 整个冲击下来 结果白色的房子 就这样整个被覆盖掉了 然后呢 因为湖南越洋这个暴雨 这本来是人家的车库 一楼的车库 结果整个都变成游泳池 车子看起来 应该也都泡水 哇塞 这个不止 这车库 这停车场 对 停车场 这不讲话 还真的会以为是游泳池 那有的车子来不及跑了 可能就已经泡在水里面了 还有包括什么 整个这其实很可怕 因为也是因为瞬间长叫雨 有没有看到地基都被掏空了 所以你看整个干肠寸断 这地基被掏空了 所以这里就是这个瞬间的雨势 实在是太大了 还有包括哪里呢 一样也是大楼的住户 但看了其实很可怕 他们竟然楼下都冤在水里面 甚至有人说 我们这个家里 我们是五层楼 我们楼下已经有三层楼 都不见了 赶快来救 结果打了两百多通电话 没有人来救 所以他们说这一次的一个 这样的状况 可能会造成死伤很多 好 所以雨冯 刚才讲的 现在在大西洋里面 已经来了第一个飓风 而且这个飓风非常恐怖的是 一下子从一个热带气旋 马上变得四级飓风 现在也到了五级飓风 而且这个地方已经刚才讲的 已经造成了很多地方 等于说被遗为平地了 对 这个贝罗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他在24小时之内 从热带气旋1234 变成四级 然后变四级之后呢 又变成五级 这个是卫星预图 这样看一下 你竟然从这个地方 这距离地球多远 大概400公里远拍 可以拍到他的飓风眼 而且呢 现在来讲的话 有一个单位 把他跑进去观察 进去他的飓风眼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是怎样 非常非常的一个 厚实的一个眼墙 这厚实的眼墙代表什么意思 Renova特别开了飓机 进到他的飓风眼里面 对 其实非常多的这种研究机构 遇到这种飓风都会开进去 但是他们说这次进去 真的是吓到了 因为他太厚实了 而且呢 他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除了他24小时 从热带气源变四级飓风之外 他现在已经变成五级了 所以他现在越来越大价 扫过去之后呢 你在加勒比海上面 沿途的每一个都非常的害怕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盛文森在格瑞纳达 对 全部被移为平地 现在来讲 盛文森格瑞纳丁来讲的话 他们这边来说 他们说大概90%的房子 全部没了 90%的都没了 90%的房子都没有 一过去之后 你看屋顶已经直接被掀开了 然后呢 他们那边有很多的那种房子 其实都不是结构太强的一个结构 所以扫过去之后呢 全部都不见了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有没有传输伤网 还没有 可是呢 他们的总理是说呢 那是因为通讯断了 当你通讯有好的时候呢 我们很难确保 因为他们在格瑞纳达来讲的话 很少 没有办法经历 挡得住这一种大型的 这种灾难型的飓风 所以当他扫完之后呢 等到通讯恢复了 恐怕会非常非常的惨 因为他除了下雨 除了狂风之外 他会把这些海水倒灌 全部带进来 因为他的气泉太强了 带进来之后呢 是没有人可以撑得住了 所以他们说他们现在这些岛屿 凡是每一个经过的 都是撞了一旦 波多里哥也在这个路径上面 可能你扫过去之后呢 你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 那么你现在来看这个画面 屋顶被吹飞了 水塔被吹飞了 然后看一下这一个码头 这一个人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他想要去拉 把自己的船给绑紧一点 结果来了ans over 你看一边跑 后面 啵啵啵啵啵啵 火龙 整个都炸起来了 然后最后 他还是跑不回码头啊 因为他想去把他的船给绑紧一点 结果他回来的时候 你看下面这个 但是因为他这个海浪 啵啵啵啵 整个都掀起来之后呢 就像是电影里面 感觉上 后面是有人在追杀他 一路一路 最后 还是失败了 他就跌了下来 所以呢 他这些画面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贝尔 很少加勒比海 接下來要直衝墨西哥 每一個經過的恐怕都是災難性的一個場景 而且他這個畫面多可怕 就是剛剛講的風牆雨期 風牆宇宙的狀況下 他慢慢看到的 全部一片霧一片水霧 你什麼都看不見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他帶來的 除了他的眼翔非常厚實之外 他旁邊的距離是非常大 裡面有非常多雷雨包 所以你掃過去之後 旁邊的雷雨包下去之後 你恐怕是有好幾個小時 都是密集的一個下雨 而這幾個小時密集下雨 如果你的基礎結構不好的話 或是你基礎建設沒有完善的話 恐怕都會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災難 那麼現在6月7月就造 就有第一個颶風行程 而且24小時之內 把他的強度一再一再的加強 代表說海水太熱了 海水沸騰了 海水給他這些人量 那麼以後恐怕這會變成常態 好 宇軒 剛剛講台北 雖然我們沒有這個颶風 沒有這樣的一個颶風 可是光是一個熱對流 就已經有災情了 反正沒有錯 我們現在講整個全台灣各地 因為所謂雖然沒有颱風來 但其端氣候隊友的狀況下 頻頻的在下午之間都會下了豪雨 比如說我們就全舉一個例子 蘇花公路為例 蘇花公路從得斷呢 你仔細看這個畫面裡面 原本這地方應該是鐵軌行進的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它出現了什麼狀況 旁邊邊坡應該有樹林的地方 你有看 整個地基不斷的掏空 整個泥土不斷的往下面整個流起 鐵路呢 鐵路整個被掩埋了嘛 被淹沒了嘛 完全看不到鐵路 所以他們在這個狀況下 還趕緊去加通 開通 那預計說可能要等到 這個3號的時候才有辦法開通 但不只是這樣 花蓮雖然說這個災情非常嚴重 但北部地區也沒好到哪裡去 包括我們講 新店那個北移路的地方 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常常會騎過去 它底下有一個大牌 但這個大牌 各位你們仔細看 原本應該是要清澈的水流 結果完全變成這滾滾的Nino 這代表一件事情 它在上游的地方 有地基 甚至是有山坡地 已經遭到掏空 甚至是我們講的 有坍塌這樣的狀況 所以才會把整個泥水 往整個河川裡面去帶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更可怕的是 包括有這種泳夜路上 有騎士騎著騎著 結果沒有想到 因為水流實在太過湍齊 沒有摩擦裡 整台機車就這樣硬身倒下 而你就知道 整個在全台灣各地 都因為這種熱對流 出現了貧船的災情 現在大家都在關注我剛剛講的貝羅颱風 這個在大西洋從來沒有說 我在7月初就有這麼大的颶風 現在昨天講48小時 從一個熱帶氣旋變成了四級颶風 今天更可怕的是 今天進到了五期 而且它現在已經對很多島嶼 已經吹呼拉朽 造成一個致命的這個打擊 現在幹嘛 它接下來要去亞麥加 接下來要去哪裡 接下來有可能進到了墨西哥 這個有可能是今年 第一個開始最可怕的災難 保利哥為什麼講這個貝羅颱風 非常的可怕 首先它光花了40個小時 就短短從熱帶氣旋進程為颱風 而且成為颱風之後 一舉就要上什麼 四級颱風 大概是我們台灣這邊的 強烈颱風等級 但可怕在哪裡 各位 比如說有強烈颱風 經過我們的台灣 中光中山脈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弱嘛 對不對 被地形破壞 它會變破壞嘛 結果說當這個貝羅颱風 經過了加勒比海 已經清洗了這些島嶼之後 有沒有降級 沒有 有 降級成三級 但不好意思喔 隔了四個小時之後 馬上又變成四級 直接又再升起來 現在又變成五級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颱風有多可怕 所以你剛剛看到了 貝羅颱風那個颱風也 同樣的一個扎實 而且剛剛講到的 現在經過的地方 幾乎有人講 它根本就被地表抹去了 對 沒有錯 包括它經過的小島 包括它經過的村莊 完全像有如被移為平地一樣 比如說我們就講了 它首先這個貝羅 就從清洗的哪裡 它在週一的時候 就清洗了巴貝羅 以及格瑞納達 格瑞納達是最慘的地方 各位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就是加勒比海 有沒有看到 整個房子倒著倒 塌了塌 這個叫什麼 海水直接倒灌在鎮上 甚至是有一個小鎮 這個被貝羅狂襲之後呢 屋頂 就是各位你現在看到了 整個都飛起來 屋頂被吹飛 而且各位啊 這只是其中一幕 你有沒有看到 所有的房子 這種低矮的房屋理論上來講 這個耐壽性應該是比較高的 對 結果沒有想到沒有 整個村莊過去之後 連他們的總理都出來講 連這個格瑞納達的總理都出來講 我們的村 我們的島 被它短短的 少了幾個小時之後 完全已經從地表上消失了 地表消失 所以一杯拼地了嘛 甚至有民眾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愛財心切 想說我要去搶救 放在這個室外的這個鐵皮 結果沒有想到 人就這樣跑出去有沒有 他原本要去救了 結果沒想到你看 鐵皮拉到一半 馬上一個強風吹過去 直接被砸中 直接被打下來 那為什麼 他被吹走了 對 你看 不是 他是直接被那個鐵皮有沒有看到 巴結了 然後整個往車上那邊甩 非常可怕 這景象初步驚心 因為現在這個貝羅的颶風 已經甚至是強度 對 這一槍救不了了 救不了啊 因為他現在為什麼 因為這個颶風的強度 我直接跟大家講 最高時速260公里耶 260公里的風速耶 你要怎麼樣去救 所以你才看到 這麼重的鐵皮 都非常非常直接很少 因為他現在是 164億 200公尺公里 他們講 這個叫做 已經變成是一個 災難性的颶風嘛 他講說 這個是等於是 有史以來 進來以來 6月第一個達到 4級颶風 而且也是 7月最早來到 5級颶風的颶風 因為以前他們講 可能到7月下旬 或者到8月的時候 才是這個颶風 耗發的季節 但今年很特別 因為貝羅颶風 是在6月就已經成形了 這是貝羅颶風 對 而且你看他的整個裡面 非常的扎實 甚至他的颶風眼的壁 非常的雄厚 而且他們講 從來沒有說 在6月份出現 而且在7月1號 各位 不是7月 是7月1號 馬上成為5級颶風 而且未來他會往哪裡衝 直直的往墨西哥衝 所以他們就講說 亞包外亞買家 包括墨西哥 現在每個國家 都如臨大敵 因為如果被他橫掃過去 恐怕不知道會有多少人 人才損失 所以這個加勒比亞 沒想到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而且從NOVA上來看的話 這個颶風 他的颶風也非常的一個扎實 而且他那個巨大的雲牆 對 我們再看一下 因為剛才那個NOVA飛進去 裡面那個畫面 實在太壯觀了 雖然說也非常的驚悚 為什麼 因為當他飛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整個雲牆 是直聳如天 而且他是非常的綿命 非常熟 各位 這就是他的颶風也 對 他的颶風也 這個我們講的中心點 你有沒有看到 他整個飛機上去 往上去一看的狀況 飛機飛進去了 對啊 這個已經 完全都已經我們講了 實在太過濃密 太過濃厚 所以你就知道 當這個所謂的颶風牆 如果掃過任何的村莊 我們講這些東西 沒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而且我們仔細看這張圖 你會更加明確 為什麼 這是原本在下午時間點 我們透過這個 我們講的衛星雲圖 以及熱顯像 去看到他的畫面 有沒有 他這時候的大小 是三點的大小 但我們剛剛是不是 給各位看到 再往這邊看 來 這個時候的大小是什麼 這是現在正在的大小 你把這個颶風 貝羅颶風 跟這個多米尼加 多一個對比 他現在的大小 已經遠遠超過多米尼加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張圖裡面 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他在這個時候 下午三點的時候 還比多米尼加來得小 代表保潔哥 短短的這三四個小時 對 他的熱量 又聚集了 對 完全聚集 因為這時候撞過之後 他其實已經被三級了嘛 結果現在 再度要升成 五級颶風 這比卡翠娜還強耶 對 沒有錯 而且你想想看喔 當這個五級颶風 大家已經看到 被四級的他 格瑞納達那種 完全移平的慘況 甚至他們講說 連斷水的斷水 斷電的斷電 而緊接而來的 亞馬加會有多緊張 問你聽到 甚至有一個開車的一個狀況 你就知道 這個多麼樣的風強宇宙 他說這個 這個還是大西洋 最早形成的五級颶風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一個災難 這個災難剛剛講的 你現在跟我們講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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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你的視線都模糊了 你看到你前面的景觀 被那個風強宇宙 被那個魚打到 你根本什麼都看不到了 最可怕的是 因為它這個颶風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雖然那個畫面 你從颶風一片迷蒙了 對 他們說現場 包括不管是雲圖 又或是現場 眼前能夠看到的 都只有一片漆黑 甚至連雲圖上 它都顯示一片漆黑 保留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裡面它的對流 非常旺盛 叫做雷雨交加 甚至他們在這個颶風的中心 甚至颶風的雲層當中 都看到閃電 不斷地在密布 你們還有雷雨包 當然有雷雨包啊 所以你看 亞馬加嚇死了 趕快能夠盯著就盯 能夠防又防 把所有的防災準備都做好 甚至趕緊的上街 買食物買水 就是怕如果這個颶風 一旦輾過去 自己不自求多福 恐怕就會大難臨頭 好 哲哲 你昨天就講說 這個貝羅颱風非常不尋常 一般來講 在大西 你發生這麼強的颶風 你大概是7月底8月初 特別是8月 必須我的海洋 要經過長期的曝曬 曝曬 曝曬非常熱了以後 我才可能形成這麼大的颶風 沒有想到貝羅 剛才講 48小時從一個熱帶氣旋 變成了4級颶風 可怕的是 它經過了格瑞納達 這些地形破壞之後 從4級變3級 但是沒有多久 它的續性能量 馬上又形成了5級颶風 所以 哲哲 剛剛講 這個颱風 這個颱風險 這個雲牆 真的非常可怕嗎 是的確 它從昨天 42小時變成強烈颱風 然後強烈颶風 然後就是F4 就是4級 4級颶風 現在變成5級了 所以它這個 剛剛我們看到 那個飛機在觀測 NOA的飛機進去颱風眼 它就是飛進去 它這個颱風眼中間 去觀測這個狀況 NOA現在 這個就是它進到 它颱風眼 對 沒有錯 NOA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企圖 它覺得這個 現在的颱風 已經超過頂級了 因為它們頂級是5 它們希望能夠 把它設定一個 第六級 就是第六級颱風 你說貝羅已經超過5了 不是 未來的颱風 未來的趨勢 所以5級不夠用了 對 5級不夠用了 就好像我們那時候說 降雨量超過多少 我們就要更 超級超級這個颱風 所以它們現在 因為5級颱風 大概是每秒73公尺 以上就是5級 那現在很多 發現這個颱風 它會超過每秒86公尺 所以這個都是5級不夠用 那我們看一下 它旁邊還有 這個它的眼牆 這個是它的這個 外圍的螺旋雨帶 全部都是閃電 表示它的一個風強雨大 非常扎實的颱風眼 那我們看到的 在大西洋這樣的一個狀況 才七月初 就有這麼大的一颱風 那太平洋呢 太平洋也一樣嗎 對 太平洋 現在目前還沒有開始 因為太平洋現在高壓 正照在我們頭頂上 所以說暫時還沒開始 可是如果說開始的話 到七月中之後 慢慢開始的話 我們也不能等於試試 因為這個 前任的這個氣象局長 正面就做了預告說 現在目前看到大西洋 都這麼強的話 我們這個太平洋 也要非常小心 今天這個狀況 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我們以前看到 資料裡面 太平洋的颱風 照例講它只會 都是比大西洋 還來得更強的 沒錯 因為太平洋 更大 更大更廣 它虛擬 尤其我們昨天看到這個 海溫偏高30度 然後熱海量也高 因為從去年開始 沸騰 不是全球暖化的 是地球在沸騰了 沸騰的話 那我們產生的這個颱風 那我們就要非常注意 因為以後的夏季 第一個 只有更熱 沒有最熱 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然後這個 越含量又高 所以產生的颱風 就會越來越明顯 然後越來越強 我們看到它這個是 未來預測的一個路径 是這樣走的 好 那正正 剛才講的 你說台灣當然講的 現在因為一個高壓籠罩 高壓籠罩 所以現在颱風不會進來 可是剛才講的 就算是高壓籠罩 這兩天剛才講 你今天看到了土城 你今天看到了西紫 你現在看到很多地方 只是一個熱對流 今天這個熱對流 已經造成災害 就代表現在這個熱對流 已經非常可怕了 是 因為看看 你看這個就是街上 街上我風牆宇宙 打雷 對 短時間的這個 午後對流的這個熱對流 造成的雷震雨 都是非常強 然後你看到它的降雨 都是瞬間 是短時強降雨 短時強降雨的話 瞬間的降雨可能都會超過 四十五十公里的這個雨量 而且是防風咒雨 說不下就不下 可是一下就是造成非常大的 這個狀況 在非常一兩個小時之間 這可能造成有些地方 一挖地就會積水 這個都是未來的趨勢 那你今天現在下午 我覺得恐怖是時候 你本來覺得晴空萬里 他說變就變 說打雷就打雷 說變天就變天 說下雨就下雨 是 而且我們現在目前 還並不是颱風來 只是一個午後的對流狀況 而且它這個對流 大部分都在山區發展 然後就是慢慢移出來 移到這個 所以它的主力在山區 你看到山區 山洪變這個樣子 山區的那個山洪爆發 所以說目前這個狀況 午後絕對不要到山區去 山區去的話 說不小心就會遇到這個 山洪爆發 所以現在不能塑膝了 最好是少去 因為這段時間太平洋高壓 它就是 它有時候會弱一點 會是強一點 當它在增強或減弱的過程 就有這種午後雷陣營 午後雷陣營都在山區發展 發展之後往平地移出 這個都是它的特性 好 翼鳳 剛剛講的 雖然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在亞洲 並沒有颱風的一個行程 可是剛剛講的 這種熱對流 這種等於說 現在剛剛講的 中國也很多 受到非常大的打擊了 對 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中國真的是非常非常慘 這個畫面是哪裡 是河南 但不要忘了河南之前 大家才講什麼 沒有下雨 賽道已經要變人乾了 在河南 河南終於迎來了下雨 但是他們說 我們要的是酒漢風乾淋 你怎麼來給我颱風雨啊 整個山下去之後呢 過去來講的話 都都是等不到雨 但等一個雨的話 你看喔 這個比台風還可怕 對 然後它瞬間 你路上的東西 全部都被掃掉 然後呢 還有帶上什麼 帶上了很多的天打雷劈啊 非常非常多的這個雷電 一瞬間一個晚上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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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的來 會帶閃電 對 還有很多的閃電 所以他們講說這次雨 來的真的是又急又快 而且這晚上 他說就像是在看恐怖漫畫一樣 根本閃電通啊都沒有停過 所以河南 要了嗎 就是不下雨 然後幾個月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又是一下雨 這個噴泉 只是一個地下孔道 它只是之前那個水 要從這地方下去 沒有想到下面的水 全部 從這個地下水道 全部貓起來了 用上來講說 中國現在是南老北漢 南老也就是看到 你現在看到廣東廣西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 南部的區域裡面 等於說整個水淹 整個北方是乾漢的 水不來不來 一來來這個 然後來了之後 還帶來很強大的一個風勢 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是他們那邊 最熱鬧的一個商店街 他們說等到風雨過後之後 到了白天帶大家去看看 整面牆 整個這個螺絲粉的牆 全部都破掉了 被炸過的感覺 他就說這個真的 就像是被炸過的感覺 所以他們還講說 這到底還要多久 恐怕是還沒有結束 那這個也是很慘 因為這個下雨下到太強 然後風又很大 直接把這些樹給弄倒 弄倒之後就壓在車上面 壓在車上面 你要走 你要先把這個樹給扛起來 所以他們覺得說 終於迎來雨 但是他們想到的 不是要這種大雨 這種大雨來講 真的是太可怕了 搞不好我們看到那一面橋 瘋狂雨走到整面牆 整個玻璃都被吹破了 他們說這個來講 外面大家都以為是玻璃 原來是紙壺的 一路上好像刮過去一樣 把貼紙撕下來 那除了這個以外的話 在這個河北保定 河北保定也是一陣大雨 然後這個大雨之後呢 還有什麼 還有冰雹 冰雹下完之後呢 這是他們的高壓電塔 高壓電塔 就是整個都可以歪曲變形 直接趴了下來 他們說這個雨 這個冰雹 不但把這個農作物給毀掉 連這高壓電塔都跪下來了 那是河北保定的高壓電塔 對 電塔都給您跪了 就是不要再雨了 這個這個冰雹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對農作物的傷害 非常的嚴重 那大家講的為什麼現在 大家對碳排放的這個要求 越來越嚴格是因為 剛剛講這個災難 不是一石一地 這個災難非常是 隨時隨地 每個地方都可能發生 剛剛你看到了中國 現在剛剛講的美國 美國也沒有辦法逃開 美國現在 在猶他州跟老貴前靠邊 他那個山洪爆發 真是黃河之水天上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美國也遇到這種極端氣候 尤其是在猶他州 猶他州 他這一個大雨跟洪水的爆發 是一瞬間就炸過來 炸過來之後呢 在整個洗下去之後呢 大家根本沒有得逃 他就說這個真的是 還要這樣 對 他說這個真的是 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感覺 就從最上面 然後呢 原本是一個小溪流 炸成一個大大洪水 然後整個一下來之後呢 所有的滾滾黃流 然後夾在吐石就一路下下來 那這個地方呢 還算比較偏僻 可是呢 其他的地方呢 都還有汽車經過 這個汽車經過 這個人一邊開車一邊唸 他說哇這個到底應該怎麼辦 我現在要往前開 可是已經看不到了 問題是後面還有車啊 那我也不能停下來啊 真的就是一邊開 然後一邊沖 對 旁邊這個水 因為已經涵氧不下去了 所以呢他旁邊 山壁直接水是用管 就是慢慢的沖慢慢沖慢慢沖 他真的很怕說 我再開一開就炸掉了 而且剛剛講的 他不是只有大雨 他現在這個冰雹也是直撲而來 就跟河北寶定一樣 現在來講這種熱隊流太強烈之的話 你暴雨完之後就是冰雹 然後冰雹炸完之後呢 又是暴雨 所以呢 他變成一個複合式的一個災難 現在另外這個畫面非常的誇張 他在一個飛機上面 你看什麼 他是一個撞漢喔 好幾個人把這個撞漢 給爆下來 那你想說他怎麼會在上面 搞了半天 他們碰到了晴空亂流 這麼壯 這麼胖 他竟然被甩在上面 丟到行李家裡面 對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畫面 他是航空公司 歐洲航空公司 然後在飛的時候呢 竟然是直接遇到晴空亂流 往上去撞 這個阿伯他是直接插到了上面去 然後呢 亂流結束之後呢 空服人員在點說 他怎麼少一個乘客 大家找不到網上來看說 有一隻腳 然後他在那邊 嘴巴也插在裡面也不能講 然後呢他才發現說 有這個阿伯在裡面 所以趕快找到空服人員 然後呢還有其他比較壯碩的乘客 慢慢的把他的腿抱下來 一個一個都下來 所以你就知道 遇到晴空亂流的時候 當你上下的震動在插的時候 你一定要綁好安全帶 不然的話你的頭部去撞破那個時候 真的是運氣好的 如果真的是撞到一些比較脆弱的地方 那也有可能真的就當場命喪在這裡 可是我一直在聽到晴空亂流 晴空亂流之前不是講 新航也發生狀況 甚至很多的空服員還受傷嗎 我還沒有感覺 可是我剛剛看了我就嚇著 他比我胖比我壯 結果他都能夠這樣衝上去 那我還得了 對而且衝上去之後 還可以撞破這個上面的這個行李箱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個力量 一瞬間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很多的航空公司都已經規定了 如果你要起來 跟你要下去的時候 你要把這時間拉長 不然的話空服人員在做Serve 或是在賣免稅商品的時候 可能遇到晴空亂流 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我們看到現在美國的新墨西哥 我剛剛講野火 非常的恐怖 我們也看到了中國 南老北漢 都是可怕的天災 那你這兩天 你居然去了北極 你居然去南極 是 來到了地球最關乎氣候的中心點 你說你嚇死了 你如果看到了南極跟北極的景象 你現在看到這些災變就不意外了 對因為極端氣候其實根源就是全球暖化 保健哥你知道嗎 地球全球暖化最迅速的地方 不是在熱帶 不是在太平洋島嶼 而是竟然在南極和北極 那你拍的 對這是我們拍的 你看到這個是北極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漂亮一個冰川叫摩納哥冰川 但是呢我們去的時候 竟然看到的是史上大概最大的一次崩落 那你當時的感覺是什麼 我們當時你知道嗎 我們其實所有人都嚇傻 但是當然攝影馬上第一時間就開始拍攝 你剛剛看到那其實只是前奏 接下來才是一個最巨大的 整個下面的冰全部湧上來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大概數千萬噸的冰 它會湧出大概幾公尺高的海嘯 所以這就是在我們眼前所看到的 你活著回來了 對我活著回來 因為接下來你會看到一個更驚險的畫面 就是當這麼大塊的冰下來之後 你知道那個海嘯會是好幾公尺 我們其實是距離這個冰大概有400公尺遠 因為這是一個安全的距離 可是接下來我們就必須要像大逃亡一樣 對因為我們所乘坐的小船 就是一個小橡皮艇 然後所以我們就在冰河的前面 然後當這麼巨大的一個冰塊掉落下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當下只有一個事情 除了拍之外就是要跑 所以接下來你會看到 就是我當時會覺得說 天啊我們是不是在好萊塢的災難電影裡面 因為這樣的場景 其實可能電影都做不出來 而且這可怕在於說 你們沒有預期會碰到這狀況 這是誰隨機的 代表他無時無地 隨時隨地 都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而且在這裡就是當時 開船的是一個探險隊員 他說他在北極十幾年來 夏天都在那邊 但是他從來沒有看過一次 這麼大的一個崩落 那這幾乎是 文大哥冰川他史上最大崩落 那你可以想見 你知道北極的暖化的速度 可能是我們其他地區的最高的七倍 所以我們在北極當然會拍到北極熊 可是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悲慘的畫面 就是在同一個小島上 既然有好幾隻北極熊 因為你看每隻北極熊 可能他都很瘦弱 原因就是因為冰川融化了 所以海濱也融化 那北極熊是比我們更需要海濱的動物 他才有辦法去獵海豹 對他才有辦法獵海豹 可是當海濱沒有了 他只好被困在島上 所以在那個島嶼上面 我們竟然發現了就是 竟然有一個疑似 可能是餓死的北極熊 那當然就是說他的純粹的死因 我們必須要就是可能需要解剖才會知道 可是科學家就說 因為在這個島嶼 我們同時看到三四隻熊 那他們好幾個月都沒有東西可以吃了 所以他極有可能是因為餓死 我媽媽常常講說 利東補得好這一年你都不會冷 就我今天32度我怎麼補啊 從入秋以來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低於20度 他們說如果這樣持續下去的話 可以是1996年以來最晚入到 就是溫度降低的一個狀況 顯現今年真的是非常的熱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光是2023年的10月來講 過去那個10月來講 已經是史上最熱的一個10月份 所以全球的氣溫沸騰這個狀況 真的是一個 現在進行是 聯合國畢所長怎麼講 他說現在已經不是全球暖化 現在是全球沸騰了 還有跟戰爭其實有點相關 包括就是俄乌大戰 包括以色列這個戰爭 因為實在是炮火不斷風擊 所以導致預期要排放 4800萬公噸的一個二氧化碳 碳排放更高了 碳排放更高了 所以導致這個氣候的異常現象 真是更為激化 剛剛講的 在很多地方在美國 現在剛剛講的很多地方 它的溫度一直飆高 飆高了以後 居然還有三火 另外一地方就在中國東北 冷爆了 它冷爆了 它冷到什麼一個情況 你看那個貓 貓子應該是很輕盈的貓 不要走 因為太高了 四肢僵硬 被危機了 降不起來 完全降不起來 而且他就說這是第一場雪 那麼雪 一下雪 那個貓真的是一贏 你覺得 對 手腳麻痺啊 要吃個群麗靈之類 然後這個貓更有趣 他叫牠說六貓 他說什麼六貓 你自己穿鞋子 你叫我六貓 你自己六貓 所以那隻貓不走 抱著牠主人的腳 貓不肯著地 他說不然 他想要你給我爭笑 冷得要死 你自己穿鞋子 你叫我自己光搶走 所以那隻貓抓著牠腳不走 然後那個綿羊也是 冷到不行 這個呼倫貝爾 下地上學 就那個羊群也就是在結冰的路上 不斷地打滑 腳麻 沒那麼多驚 所以你想說 天啊 我們都以為這些動物 應該是想說很能適應生存 就沒有 完全不會這樣 那你現在看到 牠們就想到是 哈爾濱有九個縣市 降雨這樣打破歷史紀錄 這是大學生 下課要回家 他心想說天啊 我怎麼覺得 我好像在極地裡面行走一樣 感覺上我們好像在爬 地都結冰了 對 好像 滑著走 感覺上我們好像在爬珠峰 為什麼 因為這個風啊 還有這個雪之大 感覺真的很像是在爬喜馬拉雅山的感覺 然後呢 還有包括哪裡 他們說雪的厚度已經升到 車子 整台車 全部都陷在裡面 完全看不到 他說你這樣其實遠遠看不到 你一直看到車牌 才發現說 這不是我的車 原來我坐在這裡 找了兩個多小時 清除那個雪之後 才有辦法把那個車子 給移開來 然後還有包括哪裡 他說還有包括黑龍江 黑龍江市現在也是這樣子 停客 停工 停產 停運 停業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場暴雪 他說那個 因為這個雪這樣子 這個暴雪下來 然後車子才太危險了 開在路上很危險 所以大家趕快 然後下車 而且呢 你有沒有說在車上打完 你還要下來推車 所以是真的非常的一個不方便 他們想到說現在現在真的是 熱的時候熱得要死 冷的時候 一下子下雪 真的是 低場雪就這麼嚴重 可想而知 今年的情況會有多糟